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妈妈这个月的生活费你还没有给我 所以她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去花钱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个理财教育就是她计划的支出 她怎么去做计划 她怎么去花钱 所以你当然要给她一笔钱 所以我们刚刚讲说你记账了 我开始知道你的花费了 所以我给你一笔钱 甚至充裕的时候我给你多一点 然后你去做一个存款的一个动作 这才是你要计划支出 也就是说理财专家告诉我们 其实是需要给零用钱的 需要给 需要给 对 但是在这个调查里面 却有多少家长没给 远见的调查几年前做的 哇 她进入台湾有64.7%的父母 其实是没有给 这个没有建立个零用钱制度 也就是说很多的可能是说 就像刚刚运生讲是时报时报 你需要跟我拿就好了 你要买什么 我很知道就好了 但是呢 我们觉得这个比我们所认知里的 哇 差这么多 居然有6乘5的这个父母是不给零用钱的 但是说真话 这所有的专家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书啊或者是专家的说法 没有人不告诉我们说 给孩子大概从6岁开始 6岁 6岁开始 从6岁开始呢 就开始给他有零用钱的制度 也就是说你可以给 用周来给 你也可以用月来给 但是不要超过月 也就是你一定给他一笔钱 那当然每一个家庭的经济的环境不一样 给的那个数量那个不一定那么一致 但是大概你也可以知道说 你是monitor 你是注意到他的大概的支出 也就是说你的零用钱 可能刚刚除了吃饭以外 其他的部分你可以 然后当然还有一件事 更重要是 到底要不要做家室来换 那家室来换这件事 我们也看了一个国际的调查 哇 在美国呢 96%的家庭呢 都是他的孩子的零用钱 都是用家室来换的 加拿大有86% 但是中国呢 居然有77%的孩子 是根本不用做家室 就可以拿到钱的 父母的钱的 零用钱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做家室 换零用钱这件事 其实在 当然你可以说这是文化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鼓励 孩子参与家宗事务 孩子这个 他的金钱观 他知道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的概念 那这些东西的操练 都跟 这个从家室中 换取零用钱 是有很好的一个练习的 那 还有就是说 好 如果父母觉得这样直接 跟年龄层有关系 如果你的孩子 小一点 你可能是用红利基点 你不是直接拿钞票 有人说 你做这个洗碗 给你一点 几点数 对 几点数 然后几点数换多少钱 那是父母可以决定的 我觉得在这边 真的是希望很多的父母 一定要很认真来执行这件事 给孩子利用钱 还好现在家长呢 大约有九成认为呢 这是在训练他们理财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入门 但是到底该给多少呢 就有一个调查出来了 分不同阶段 当然给的钱也不一样了 国小学童方面呢 认为说 应该要给这个 51块到100块的 占最大比例 占了41% 这是在国小阶段 问爸妈的意见 他们是这样说 再来国中阶段呢 认为要给多少 300元以下的哦 是占最大宗 还有高中以上的话呢 在占最大宗的是500元以上 局限你们家怎么给钱 大概就符合这个比例 因为我们家小孩子 其实都是在学区附近读书嘛 所以他下了课就回家啊 回家有点心吃 那学用品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 学用品的一个大盒子 有什么跟我申请 缺了红笔 缺了什么 就跟我申请啊 所以他们也没有买 学用品的这个需要 那给他们钱做什么 小学生 就是临时 有那个来不及 需要花钱的时候 打电话 或是跟同学 就是口渴买个饮料 那一个月 一个礼拜20块 那国中就是50块 也在学区附近 但是到了高中 他真的他要通勤了 有交通费 还有午餐费 然后还有补习的时候 他要自己去吃东西 买晚餐 所以我们就坐下来 好 每天的车资40元 乘以6 240 一个一个算清楚 我们一起算 他算给我看 你给我一个表 然后每天吃饭 70块 午餐 乘以5 350块 加起来600多块 然后我再多给你 100多块 凑800块 那为什么要多 这么一点点不多 就是第一个 你可能有 你的社交生活 你可能要跟同学喝个饮料 没有钱 就很久 但是你不可能 天天都去社交啊 所以我给你钱刚刚好 可能一礼拜 就社交一两次 那如果你不社交 那个钱 多的就是你的 那我们家就有小猪啊 那剩下零用钱就是 就是三个小猪 就是你随时可以 多的零用钱 你没花就放进去 那我们家就有奖学金的荣誉制度 你参加比赛 如果是就是在学校的话 可以得500元 然后是 另外的 就是台北市 零用钱之外的 可以得1000元 所以他们要努力 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 得优胜 好1000元 我就颁奖给你 让你觉得说 哇大丰收 为什么 他真的很努力 他真的需要 我不是送他钱 我是告诉你 你真的应得的 就是你的奖学金 大概五六年前 我出一本书 我强调有钱是交出来的 不是你给他的 所以交出来 那因为要出这本书 这本书买不到 所以不算打书 买不到 因为已经这个绝版了 那可是要出这本书之前 我跟全台北市 大概有12所的小学 公司立小学的妈妈来座谈 因为我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做一些调查 然后他们对金钱的一个态度 那后来妈妈一直 给我很多的回馈 他们还是希望给小孩子钱 当然不是说他们要花掉 而是给他钱 教他怎么去储蓄 后来我跟他们妈妈 讨论过之后 我觉得有一个公式 蛮简单的 我听给大家来做参考 因为这也是很多的妈妈 那么讨论出来的结果 很好记啊 就是说 如果他是一年级的话 你一天给他十块钱 五天就给他五十块 你也可以一次 一周给他五十块 你也可以一天给他 所以他一个月就有两百块的利用钱 对 那因为他们还小 所以你可以给他放在 他们的这个 小株铺满 对 铺满里面 那二年级呢 就给他二十块钱 三年级就给他三十块 一天 这样的算法 那后来我发现 其实我刚刚这样算一下 其实也蛮符合的啦 局限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金额 好像蛮符合的 还有一些专家是建议说 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像国小是每个星期给一次 但是如果等他大了 比较能够规划 大概一个月给一次 就是在时间上 好 OK啊 像你们家里头呢 我国中是五百 一个礼拜 国中五百 对 差不多 差不多啦 差不多啦 你还有韩餐费 对 都包含餐费 然后高中一个礼拜就是八百 对 然后但是高中又 因为又还有增加晚餐 对 有时候要付晚餐钱 然后等于说妈妈也是算很精准 就是多的就是大概只会给你 大概多一百块到两百块的社交费 对 就是你要靠自己去存 对 不会让你有多余的 好 还有一些好方法 刚刚韩芬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铺满 现在的铺满造型非常多 有的有索啦 有的有什么 但你就特别喜欢这种透明的 我觉得特爱这个 这个因为它很便宜 这之一点 第二它透明的 所以你存钱进去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满足感 你知道我们存在存款当中 我们那几个零 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对 可是它很重 或者你租很大 你会觉得很重要 很有满足感 那另外家里如果有兄弟姐妹的话 他们可以互相比较 比比 对 我的比较高 你的比较低 我就会努力的去存钱 所以我还蛮推广这样的一个 透明铺满 对 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理财的一个方式 另外就是 其实我们常会玩一些桌游 对 那我们又回归头来跟大家来谈谈 就桌游也蛮好的 就鼓励大家玩大富翁 那大富翁其实有很多贷款的概念 你要不要去贷款 你要不要借这个钱 那你要不要买房子 你要不要收过路费 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就是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买房子 我们为什么要收租金 那现在政府不太希望我们去 当包租公包租婆 你可以慢慢聊 就把一些时事都带进去 我觉得这是我们谈 大富翁一个很重要 不是要拼你赢了我赢了 而是在贷款的概念当中 机会来了 你要不要把握好 机会来了 你没有努力 你还是拿不到这个成果的 所以慢慢跟他聊天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可是我们刚刚提到说零用钱 是父母给的部分 如果孩子自己赚的部分 你们家也是靠家事赚吗 对 我们一定让他靠家事赚 我觉得你有劳力有付出 后来我们有发现一件事情 很好玩 就是过去他付出劳力 他擦地 他七油七 比外面请小公便宜多 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住很OK 可是有时候 我们会请他去帮弟弟找功课 然后他看看之后 我一样给他钱 他就跟我说 妈妈这个钱比较好赚 对了 所以让他慢慢知道 就是说他以后的 性向要往哪边去 有很多小孩喜欢猜猜姐姐的 你跟他去修理东西赚钱 我很赞成赚钱 当然有一次我的小孩跟我说 妈我赚够了 我不赚了 因为他不想做事 他就说我赚够了 我说那请问什么叫 你要不要结婚 你要不要生小孩 你要不要养家 你要不要买房子 你要不要买电脑 你觉得这样够了吗 但他看到更长的一生 对对对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 你这样让小孩物欲 你这样让小孩 这个只知道钱 没有亲情的概念 这些东西都是金钱教育 金钱观 所以从小你也培养他们 做家事 甚至有时候有一些加班费 其实你们家呢 我们家的话 其实我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家事 就是家家大家的事情 所以本来就该做啊 不是你不 难道你不做 你就可以说 因为我不要赚这个钱 我就不要做 所以家事每天洗碗 擦桌子擦地 我这些是固定的 划分他们原本的责任去 因为我现在给的零用钱 就是固定的 所以并没有特别去 强调用做家事来换取 不过小朋友倒是 很有自己的身材知道 因为我们常常写推荐许 家里堆了很多书 他说这些书 我说我看过了 那这些书我帮你拍卖 赚的钱 OK 你去赚 所以我鼓励他们去认识 去启发他们的身材 投资 他们去用点子 来赚取他们的钱 我觉得那是 他们可以去卖点子 我很鼓励他们这样 OK 总面子 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国外 尤其欧美 他们是鼓励孩子用劳力 像做家事来赚钱的 那么这家长 在进行这些计划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他有 当然每一个家庭不太一样 父母也不太一样 孩子也不太一样 所以每一个家 但是你有几个原则可以把握 就是说如果那个孩子 一 他是非常 很容易用金钱来算的 就是实际的 那你肯定要让他降低 用金钱来衡量一切的事情 OK 那个也是一个风险 就是他可能人格养成会 或者是他在以后的成长 跟人的沟通 跟人际关系一定不会好 所以这件事也对孩子 绝对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孩子 他太宽松 他可能对于这个钱 太没有概念 那你也要担心 他后来变成 他经济上都不能支撑自己 所以在这些上面 你可能就要让他 非常地更实际 更让他清楚 这样可以换神 这个钱的